河南建业VS江苏苏宁的比赛结束之后,各种关于VAR的话题铺天盖地,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,VAR做了什么,为何又成为舆论焦点?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本场比赛,比赛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全场上评补时阶段,河南建业半评比分的进球,被取消和全场比赛结束之后的红牌,全场比赛进行到90加70,河南建业获得前场走路脚球,球罚到防球区之后,中路多人争抢,混乱中,建业队湖进行将球打入, 就当建业队员欢呼庆祝进球时,我们可以看到本场比赛,等裁判员和VAR进行沟通,随即跑到场边进行视频回看,经过仔细的回看之后,裁判员跑回场内,做出进球无效的判法,改判建业队王上元手球犯规,通过慢镜头回放,我们可以看到,当球罚入罚球区后,罚球区内增强的建业队37号队员, 显示有个手上推人的动作,后点的王上元是用手臂将球停下,随即跟上的胡进行将球打将,此球,由于发生了进球, VAR进入即是进球之前的守球犯规,守球犯规属于明显的,清晰的,裁判员改判进球无效是正确的, 但这里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,发生这个球时,当时裁判员的位置和角度都不错,而且是进攻帮连续的犯规,裁判员都没有判法, 而是进球之后通过VAR的提示才进行改判的,像类似这种角球的情况,裁判员在距离角度都不错, 因当把注意力集中在罚球区内攻守,双方针躲的焦点上,根据球的落点来判断,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犯规, 在这个球的判法上,显然裁判员对犯规的预见性不足,注意力的分配不充分, 本场比赛另外的争议就是全场比赛结束之后,出现了由VAR进入提示裁判员, 进入建业对37号队员的红牌,通过慢镜头回望,当比赛最后阶段,球在建业对前场阻路发展, 位于江苏队罚球区内的建业队员37号队员故意去替苏宁队的放手队员, 由于当时球在前场阻路发展,裁判员的事也不能看到罚球区内发生的情况, 比赛结束之后,VAR提示了裁判员,建业对37号队员,在不能抢到球的情况下, 以野蛮的方式比赛,属于暴力行为,裁判员将建业对37号队员罚令出场, 是个非常成功的团队配合战力,根据规则和VAR指南要求, 这两个VAR的介入是成功的,但本场比赛VAR的另外一次介入是不合适的, 上半场补试阶段,河南队16号队员上场球,脚踩到了苏宁队11号队员的脚踝, 此时,当时裁判员吹罚了犯规,但没有进行纪律处罚, 此时,可以通过转播画面看到,裁判员和VAR进行了沟通, 之后裁判员跑到场边进行视频回看,回看结束后,裁判员想办回的河南队16号队员出示了黄牌, 从最后裁判员出示黄牌的结果来看,这个球VAR的介入就是不成功的, 因为按照VAR指南要求,介入,提示的内容是个被罚令出场的红牌犯规, 而且一定是要明显的,清晰的,这个球能够算作明显清晰的严重犯规或暴力行为吗? 最终比赛的主裁判也没有采纳VAR的意见将犯规队员罚令出场, 而是黄牌警告,银眼认为,对于这个球裁判员出示黄牌警告是正确的, 对于这个球,银眼认为此球不属于明显的,清晰的红牌犯规, VAR多次一举,不应介入,本场比赛VAR的三次介入,两次成功,一次失败, 由于VAR的引入,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比赛的公平,公正, 有时候,VAR会在关键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 但竞陷于红牌,球点球,金球,罚错人的四种情况, 在其他情况,VAR是无能为力的,那么就需要只把裁判员的判罚来决定了, 说白了,就是VAR不是万能的,有些情况是VAR管不了的, 就像在本场比赛中,同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判罚决定, VAR是无能为力的,比赛进行到选六分钟, 江苏苏宁队通过一个直接任一球,取得比分的领先, 对于这个进球,江苏苏宁的李昂一角漂亮, 的弧进球直接将球打入,进球非常精彩, 没有任何问题,但江苏队是怎么获得的这力直接任一球, 却是值得商榷的。 当时,江苏队前场进攻,球传到江苏队九号队员脚下, 九号队员被深调球过人,球处碰到了建业队五号队员身体, 裁判员名上判罚,那建业队五号队员防守犯规, 这个球裁判员到底看的是什么犯规呢? 根据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, 当时建业队五号队员与江苏队九号队员没有任何身体接触, 因此,不可能判罚冲撞、推、打、踢、搬摔、抢劫等犯规, 只能是没有身体接触的可判罚直接任一球的犯规, 那么判罚的是什么呢? 只能是故意手球犯规了。 当时从转播提供的画面看, 建业队多名队员对此判罚不满, 为助裁判讨聊说法, 通过建业队五号队员的口型, 一直在质问裁判员,我手球,我手球。 那么这个球到底是不是故意手球犯规呢? 由于转播提供的画面不够清晰, 不能清晰地判断球是否打到防守队员手臂。 而且当时江苏队九号队员挑球的速度很快, 双方队员距离非常近, 建业队五号队员的手臂位置也是自然的下垂。 即使这个球打到了建业队五号队员的手臂, 都不属于故意手球犯规, 英雁认为对于这个球的判罚是值得商榷的, 也就是这个手球犯规制造的直接任一球, 使得江苏队任一球打进, 取得了比分的领先。 今天文章的内容从VAR而起, 从裁判员的判罚结束, 无论是VAR还是裁判员, 当务之急事, 如何通过比赛反映出的问题去总结, 通过总结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。